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好的 拉王這款核心利希特 好 這邊是帳號部分 我應該是繼續遊戲吧 用遊客吧 這個應該是遊客帳號 好 這邊有信箱 Facebook Google Apple 伺服器一個 然後公告看一下 這邊是6月16號 今天開始的 好 這邊有一個預約的福利 七日的圈道 守時物 邪光行祭 活動公告 這個是卡池吧 立備入UP台旗 火種計畫 新手會有30抽是不是 10連會獲得5星 最後是10連必得6星 自選 系統公告 系統公告 這個遊戲我在去年年底有試玩過陸服的版本 那這個版本是台服 不會吧 好啦好啦 沒有炸服 現在時間是下午啦 遊戲應該是早上開服的 大部分都是早上10連開服 大部分都是早上10連開服 好 用未來科技 然後美少女 我記得遊戲的玩法是有點塔房啊 卡牌加塔房 卡牌加塔房 我們應該又是指揮官吧 看起來是這樣 哇 這個還要按住喔 長按按住 用力按住 好 這個遊戲我也是有預約註冊啦 事先預約 然後 網告也有打了一陣子 可能預約有一個月 超過一個月了吧 好 這邊進入這個 遊戲的玩法教學 這個應該是能量 這個是能量 就是費用 Coster 然後這是敵人 敵人的Boss 他們要叫這個美少女卡牌 塔房 他是6費吧 好 戰鬥的話是 Q版3D45度角 然後有魚 呃 沒少女嘛 沒少女就是要日午發音 沒有日文發音很奇怪 至少我是聽不太習慣中文 至少我是聽不太習慣中文 沒辦法 從小就看日本動漫 我覺得 這種塔房遊戲的話 之前去年還前年吧 前年吧 韓國遊戲未來戰 還蠻好玩的 就是 眉型的角色嘛 然後 戰鬥起來那個打擊感十足 很熱血 那這個戰鬥系統 給我感覺就是有點慢 我好像之前玩的感覺是這樣 就是有點 節奏慢慢的 沒有什麼 爽快感 少了一種爽快感 旁白一下 這邊不能跳過是不是 沒有語音旁白 就只有文字 還有一些圖片動畫 好 好 行歷284年6月12號 今天是6月16號 反正就未來嘛 科幻未來 來 我們劇情部分跳過吧 好 輸入我們的ID 阿姆 第二個伺服器 啊 沒人跟我搶 阿德尼 阿德尼 我不知道有沒有念錯 這邊就沒有 語音啦 然後只有力會這樣 來 我們跳過吧 有人攻擊我們 我們要去反抗吧 林之靈 應該是教學 教學篇章啊 林之靈 好 這就是雙方有一個塔房要互相攻擊這樣 有點像那個貓咪大戰爭 那種塔房類型的玩法 呃 我們這次沒有對空喔 需要對空支援 就有分對地跟對空 好 10費 還不能拍 好 呃 是這個6費的 我覺得畫質 還沒有到很好 不知道能不能再挑 有點忘了 好 這一種是屬於 派英雄上場 所以不會像那個 像貓咪大戰爭這樣 一直重複派 派那些小兵可以重複派 之前那個未來戰也是 不能重複派 但是他會有好幾組 讓你一直生兵 然後死掉之後 又可以重派這樣 就算是被擊退吧 這隻好像是對空的欸 這隻好像是對空的欸 欸不行 我不能對空喔 有啊 有對空啊 我們這隻對空啦 這隻6費是對空 這隻10費 10費應該是漏盾吧 你看他有個護盾 然後拿盾牌 然後這隻好像特別厲害 是不是 這隻 可以施放技能 有一個圍超 他有圍超啊 尿滿了之後 可以圍超施放技能 拿個圍超 還蠻強的還蠻強的 還蠻強的 這個畫面不能旋轉 不能移動視野 有點簡陋 有點簡陋 好劇情部分我們都套過吧 想完的人再來慢慢看 我們就演示一下 整個玩法 然後整個 首頁啊 課金啊 什麼的 共鳴 抽角色 一次200 這個資源 你想像他就是鑽石嗎 要儲值用的吧 這隻 惡莉希 剛剛是我們的肉盾吧 好這邊是卡池 額定共鳴 常駐卡 常駐卡期 然後開放時間是 6月16到6月30 大概兩個禮拜 好0-1 然後 我們要不要拉 拉角色啊 快速編隊 左邊編隊 這樣就有兩隻了嘛 然後這個好像是那個什麼 超體啊 跟我們那個角色不太一樣 先上肉盾吧 你也可以等能量滿了一起上 但是我覺得好像沒差啊 這個什麼什麼 超頻載入 超體載入 這邊吧 可以上 這隻我們是可以圍超的 所以角色我們不能圍超 就這隻可以超做 沒辦法可以超做 我覺得他這個關卡 有點重複啊 跟剛剛都差不多 也沒有新的教學 就說這個關卡 他沒有給我 學到新的東西 只是 拖長這個關卡還有劇情這樣 我感覺是這樣 好回來我們主業 剛剛那個關卡應該是 讓我們學習編隊 我們編隊嘛 抽卡然後編隊 那再來應該是要養成吧 沒有他超卡養成 他就又直接打了 直接打 不知道他剛剛說什麼 因為我們怎麼就一直 是 呃...這種是類似那種 防守 防守戰 這是登場的時候會製造傷害 特哥哥 特來哥哥 然後他是 離開 就是登場 有點像技能 把他想像成技能 把他想像成技能 他有個冷卻時間 這樣 哎呀喂呀沒打到 被他們跑掉了 我們受傷了 我們受傷了 可惡 我爆掉了 我爆掉了 我竟然失敗了 這個也太快 太容易失敗了 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 好我們也學會了 來吧 來吧 這個要趕快派出來 剛剛就太慢派了 剛剛都在看那個新系統怎樣 在等這個新系統 所以就讓這些小兵跑到這邊 有沒有這個就過了 過了啦 過了啦 也是蠻驚險的 就是一個技能的施放吧 賀來 我們回來我們主頁吧 應該可以了啦 教學到這邊差不多 15分鐘 一定可以了 我們來把這個界面給看一看 我的狀況 ID 遊戲名稱 然後有個警字號 也就是說這個應該可以 可以重複遊戲名稱吧 就是哈姆然後這個也還有個編號 警7839 然後這是我們的助理可以換 然後大陸手遊的話 老問題啦就是穿著不會很性感 衣服就布料就比較多 衣服就布料就比較多 雖然有LIFE而已 好這就是我們那個看板娘 可以這樣看一下 它可以切換 反回 然後福利 這邊有兩把 這個東東是共鳴點 共鳴點 應該在這個吧 然後設定看一下 有沒有畫質勒 已經極致了 好吧 他說已經極致了 應該再改高一點啦 然後這邊是切到網頁是不是 哇被彎掉了 糟糕 一個叉叉就直接把它叉掉了 連叉叉掉了 再一次再一次 我這個模擬器上面的遊戲都是一些 最近玩的啦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再回來看一下 通道商店 免費的拿一下吧 共鳴就是要抽卡嗎 好像沒什麼福利耶 這個有一張這個卷 共鳴憑證 這個沒半張 欸沒有喔 這一張零張 一張的有零張 十張的也有零張 我沒半張啦 我現在很窮很窮 遊戲沒什麼福利 沒什麼福利 那剛剛不是說我那個 幾萬人預約的獎勵咧 還沒看到耶 還沒看到 好抄題 抄題 現在還沒有開 很多功能都還沒開 好這邊有任務 也只有主線任務 目前還沒有什麼日常啊 週常都還沒出現 所以你就乖乖的一直玩吧 好有體力是不是 這個精神力感覺是體力的啊 這個是重購結晶 買商品會需要用到 共鳴點 然後這個中樞幣應該是指這個遊戲的金幣 好整個介面很乾淨啦 很乾淨 就是那種未來科技感就是 線條這樣 他是用金色系列的 金色 金黃色系列 有的那種科技感的遊戲 就是用藍色系列或是黑色系列 那種螢光藍 霓虹藍 然後這邊 繼續玩 再玩一場吧 0-1 IN-1 0-2 疏散車隊 然後這邊有獎勵是不是 自動戰鬥還沒有開 戰場情報 好 這個是敵人的狀態吧 好 兵走 快速變動耶 這個賀萊 他是屬於施放技能類型的啊 你看有這麼多位置嗎 1 2 3 4 5 6 7 8 這個不知道是誰 是好友嗎 有一個 你這樣一個人物的家 好友協助嗎 那我們再玩一場好了 我只能大概玩個20分鐘 然後 很多系統就沒辦法仔細玩 要先放RODE 再放遠程 然後我以前的時候 再放這隻賀萊 他就可以重複性 重複性 重複性勇 你要去抓那個時間 他不是順發 他會有一個時間 後來 打完之後就可以 離開了 所以我們現在有三種 三種兵種 一種是這種 施放順發技能 一種是這種 揮兵的兵種 很像英雄的兵種 可以自己施放技能 這樣子 可以操作技能 操作來施放技能 目前有這三種 那之後還有其他種 我又 還要再看看 玩法會比較多一點 不能太普通的塔法 OK 那只能先玩到這邊 因為二十幾分鐘 時間過好快 然後 福利的部分 我再看一下好了 我再看一下好了 有的話我再貼上去 我正在看有沒有什麼福利 反正就是臉書找一找啊 看有沒有 感覺沒有福利 信箱沒有啊 沒看到啊 就只有這個而已啊 就只有這個而已啊 好 那我就先往到這邊囉 好的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留意器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 點讚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 我們下期 Claudia 拜拜 唉